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一本书的话相信很多同学手上都会有这一本基础的语义对不对 那么其中的话呢这一本书它就会包含这一个衣食住行这几个方面的这一个内容 那么并且的话这一本书它是一个比较适合大家学习的 它是一个中等难度的这么一本书 同时的话呢它也是泰语专业的人会使用的会使用到的一本书 最后一点的话呢它就是这一本书里面它还有这一个CD 那我们不是泰语专业的同学的话呢就可以来听这个CD 来学习这一本书来学习这个泰语 OK呢那么最后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一个内容中辅音和端元音 那么我们先来学习一下这一个中辅音 那什么叫做辅音呢那么首先大家得先要知道 哎泰语的话它是由这一个辅音加上元音再加上声调来构成泰语这么一门语言的 那么什么叫做辅音什么叫做元音呢 那么我们同学要知道泰语它是一个拼音文字 拼音文字的话也就是像我们的中文一样 像我们的汉字一样它可以去拼读 可以去拼读而泰语的辅音呢 它就像我们中文里面的这一个生母 生母也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一个 它就叫做生母 泰语的这个辅音呢就类似于我们中文的这个生母 那么泰语的这一个元音的话呢 它就相当于我们的玉母也就是 阿 哦 呃 伊 乌 于等等这一些 那么声调的话泰语它也有声调 中文的话呢有四个声调 但是泰语呢有五个声调 这是呢大家呢可以大概的先了解一下泰语这一个东西 那么辅音的话呢 泰语的辅音它又会分为这一个中辅音 中辅音 高辅音 OK啦 高辅音 还有这一个低辅音 它会分这样子来学习 那它会分成这一个中高低这三个辅音 那么今天我们就首先来学习这一个中辅音的内容 那么同时我们要知道啊 泰语的辅音不管是中辅音也好 还是高辅音也好它都是跟一个哦相拼的 并且这个哦的话我们在发音的时候要把嘴巴给开大 因为泰语的发音这一个哦 它是跟一个大口的哦相拼的 发音的时候把嘴巴给开大就OK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字母 首先第一个中辅音它会发一个 这样的一个音 那么这个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去记住它呢 这个锅呢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锅它的发音呢像鸡叫声一样 那么这一个锅我们看一下它的书写 从下往上要在这里打一个折 那么这个锅它就像一个公鸡头一样 它就像一个鸡头一样 它的字形和它的发音都跟这个鸡 哎是接近的对不对长相像这一个鸡头 它的发音呢像鸡叫声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去记住这一个字形 那么第二个它会发一个走 走这样的音 走哦走 那么这个走的话它就像这个桌子上面的这个台灯一样 大家看一下有圈圈泰语的书写 有圈圈就会从圈圈开始写 然后一笔完成 那么这个走它就像桌子上面的这个台灯 大家可以通过生活中的一些食物 一些物品来跟我们的这一个字母 把它相结合起来 这样子去记忆 那么当你在生活中遇到这一个字母的时候呢 看到这个东西 你就可以联想到我们这个字母 可以说这个方法叫做一个联想记忆的一个方法 啊那么最后 哎接下来啊 这一页的最后一个字啊 最后一个字母 这个它会叫做 发这样的一个音 它是一个泰语的一个左音 有圈圈 从圈圈开始一笔完成 这一个dó 那么这个dó的话呢 大家呢 就需要轻轻的发 就ok了 模仿越野的发音 那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内容 这一个音 它叫做dó dó 它发一个轻音 那么上下两个啊 它们的发音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发一个dó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记住这一个dó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书写 有圈圈 对不对 就从圈圈开始 然后一笔完成 大家看一下 这一个dó 它上面的这个地方 它就像我们的心形一样 对不对 心 诶 这个心 它是这样子的啊 这个心 它是这样子的 看一下 但是这个dó 它下面 它开口了 对不对 因为这个dó呢 它很多心 一个人 这是一个人 因为它太多心了 脚踏几条船 对不对 最后呢 它的心呢 就崩开了 裂开了 它不是 它不再是一心一意的 它是很多心 很多心 多心 我们可以这样子去记住它 多心 对不对 所以它的心就裂开了 它合不上了 人 在这里 一个人 它很多心 OK 那就是这一个dó 它的一个发音 那么以及怎么 以及它的这个字形 我们可以这样子去记住它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左音 这个左音的话呢 它会发一个bó bó 这样的音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书写 有圈圈 从圈圈开始 一笔完成 那么这一个bó 重点的地方在于 这个地方 这里 好 这个地方看一下 这两个不同的地方 就是这一个书写 它的这一个书面上面 它写的这个地方 它超出头了 而月月在写的时候 并没有超出去 因为呢 这是一个印刷器 而我们在手写的时候 是不能千万不能超出去的 手写体呢 大家就可以模仿 月月的书写 来书写 OK 那么接下来啊 这一个它叫做bó 啊 同样这一个左音 它的提示也是这一个bó 而这个呢 它会发一个轻音 发一个bó bó 这样的一个音 那么这个bó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书写同样的 注意它的一个印刷体 跟一个手写体的一个区别 注意这个地方 这样呢 就模仿月月的书写 和模仿月月的发音 那么就OK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 它会发一个 哦 哦 这样的一个音 大口型的 大口型 把嘴巴开大 发一个 哦 哦 OK 那么这呢 就是今天学的这一个 九个中辅音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学的这一个 单元音 那么首先 大家要知道 元音它就相当于 我们拼音字母里面的 这一个 嗷嗷一样 但是我们的拼音 它没有所谓的一个 长短音的一个区别 但是泰语的话呢 它有 并且的话 泰语的这个 元音 单元音 它是乘组 成对出现的 短音 长音 短音 长音 这样子 一起出现 成组成组的 OK 那么我们首先呢 来看一下这一个 第一个短音 它会发一个 啊 啊 啊 这样的一个音 发音短而急促 发音短而急促 发一个 啊 OK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一杠 它是表示的是 这个地方呢 它是放一个辅音 放辅音的位置 那么有圈圈的情况下 从圈圈开始 OK 那这一个 啊 它就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 啊 啊 啊 要刻意的把这个音呢 拉长 因为它是一个长音 所以要刻意的把音拉长 发 啊 这样的一个音 这个啊 的话呢 它就像我们的这个 阿拉伯数字7一样 OK 那么我们来接着看一下 这一个 以 以 这个以 的话我们在发音的时候 两个嘴唇 上下两个嘴唇 它是扁平的 扁的 但是呢 我们在发音的时候 嘴巴呢 不要合起来啊 不要合起来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书写 首先 辅音的位置 先写辅音的位置 再写上面这一个位置 再写这一个原因 从右往左 OK 来从右往左 这样子来书写 而这一个长音 一 一 OK 也是从右往左 从这里开始 然后呢 因为长音 对不对 所以它就会有一条细长细长的东西 啊 开始 要上去 这个呢 就是这一个 一 好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内容 这一个 那么这一个的话呢 它会读一个 呃 呃 这样的一个发音 那么这个呃的话呢 它发音的技巧呢 就是需要咬紧牙关 用力的去发音 咬紧牙关 用力发音 把你的牙齿呢 两排 上下两排牙齿都咬在一起 然后发一个 呃 呃 这样子的一个音 要用力 OK 那么这一个呃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书写 同样的 先写辅音 然后呢 再写这一个原音 然后呢 再圈起来 OK 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个的话呢 它会发一个长音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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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呃 呃 的话同样的 它的发音性质 也是 哎 咬紧牙关 然后呢 用力的去发音 发一个呃 呃 这样的一个音 OK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 它会发一个 呜 呜 这样的一个音 那么这个呜 的话呢 它是先写 符音的位置 同样是先写 符音的位置 然后再写这一个 原音 啊 OK 那么接着这一个 呜 那么这个呜 哎 变成了五了啊 我们重新来 那么这个呜的话呢 它就像这一个 以前的老式火车一样 对不对 呜的在那里叫啊 一发动的时候 它就会发一个呜 这样的一个音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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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音 发音短了 急促 长音的话呢 就把音 刻意的拉长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今天 要学的这一个 单元音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书写 那么书写的话呢 刚才月月呢 也每一个的 都给大家讲了 它的这个书写 那么再来归纳 总结一下 它的这一个 书写的规则 那么主要可以归纳为两个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一般 它是从左往右写的 那么并且有圈圈的情况下的话呢 就会从圈圈开始写 然后 然后呢 就是一笔完成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月月呢 再来讲一下这两个 这个和这一个 它们的一个书写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 都 来这个呢 它是一个 左音啊 发一个 都 都 而这个的话呢 它是一个 轻辅音 它会发一个 都 这样的音 我们来看一下 有圈圈 从圈圈开始 然后 一笔完成 下面呢 只有一个圈 然后这个呢 就是这一个 左音 都 而这个 轻音的话 它会读作 都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 下面的话 下面的话 有两个折 先上去 再下来 然后呢 再要一个圈 这个的话呢 就是这一个 这两个字的 一个书写 那大家呢 就要记好了 OK啦 那么这一个 原因的书写的话呢 在这里呢 也有它的一个顺序 那么月月的话呢 在这里就 仔细的再讲一遍了 刚才因为我们呢 已经讲过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重点呢 就来看一下 它的这一个 拼读 那么泰语的 这个拼读的 方法的话呢 它就是由 这一个 辅音和原音 来拼成的 就像我们的 拼音 我们中文汉字的 这个拼音一样 这一个 波 跟 阿 相拼 对不对 它就会发一个 巴 这样的一个音 波 阿 巴 对不对 那么假如 泰语它的这个 鼓 跟这个 阿 相拼的话 它就会发一个 把音拉长 因为这个 阿 它是一个 长音 对不对 那么它在发音的时候 它就会发成 最后的这个单词的 发音也会发一个 长音 发一个 OK呢 那么这个 都 跟这个 一 相拼 它同样 会发一个 长音 发一个 滴 滴 这样的音 OK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月的话呢 就举几个例子 就可以了 那剩下的话呢 大家呢 就可以自己去练习 来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 鼓 跟短音 阿 相拼 那么它就会发一个 嘎 嘎 这样的地方 发这样的一个音 鼓 跟阿 相拼 它就会发一个 嘎 嘎 OK呢 鼓 跟 一 就会发一个 嘎 嘎 鼓 跟 一 就会变成一个 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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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呢 那么这就是它的这一个 拼读表 那大家的话呢 剩下的就可以自己去练习 发这个拼读了 OK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这一节课 它的一个单词 一个词汇 第一个它是 嘎 嘎 眼睛外嘱咐的意思 OK啦 豆白のか 接着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 鼻 它是年岁的意思 这一个 嘎 看的意思 啊 叔叔和姑姑的意思 那么接着这一个 滴 打 敲击的意思 还有这一个 滴 好的意思 咕 螃蟹 嘎 是虾酱的意思 还有这一个 打嘎 是钉子的意思 嘎 乌鸦 嘎 是头 智的意思 那么这一个 嘎 它是将要 要的意思 这一个 嘎 是姑姑 毒 是凶 折怪 OK啦 那么这一个内容 以上的这一些内容的话呢 就是我们今天第一节课的这一个内容 啊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OK 那哈 我们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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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